自从跟完了给胎4的游戏细节 评论区就一直在争论 是4代细节多还是5代的细节多 甚至还有人让我出一期对比视频 起初我是拒绝的 因为怕有引战嫌疑不说 何况第一人称车内视角 4代根本就没有 更别提车内细节了 所以为了尽可能的保持客观 还是从双方都有的基础上做对比 看看前作中有哪些优秀的细节被延续 又有哪些细节被摒弃 先从车辆说起 4代的轮胎被子弹击中后是慢慢杀气 而且真的能观察到气 而5代的轮胎则是直接变平 爆炸声也更清脆 两者驾驶一段时间后 轮胎都会消失 只剩轮毂在地面上滑行 并且都会在地面上留下痕迹 4代的轮胎爆胎后 烧胎依旧有少量烟雾 烟雾中还伴随被轮胎刨出来的石子 而5代烧胎后除了火花 其遇到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是子弹击中玻璃时的细节 5代的玻璃效果真的很赞 正挡风玻璃被一定数量的子弹击中后 先是布满裂纹 继续攻击 玻璃会根据子弹击中的位置一点点掉落 这时只要击中稍远位置的玻璃 则会全部破碎 周围还会留下一圈玻璃茶 侧放玻璃也有类似的效果 但很明显强度低于正挡风玻璃 而4代的侧防玻璃一枪全碎无任何残留 正挡风玻璃无论你打多少枪都不会碎 我猜测可能是为了模仿现实中车辆的夹层玻璃而故意设计的 毕竟玻璃全碎的效果对于R型来说算是小儿科 就玻璃的破坏效果而言 我认为5代的更好 但这2代谁更接近现实 就交给评论区的你们吧 除子弹击中玻璃的效果不同外 玻璃在受损状态下撞击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5代的玻璃稍微用点力就会全部破碎 而4代的玻璃无论你多努力 就算把车子撞熄火玻璃都没有任何变化 控制5代车辆转向 主角的头会朝正确方向看去 同时手部动作也和玩家操作同步 非常真实 而4代在低速时转向手部动作还是正确的 但只要控制车辆走S线 角色的动作就跟不上玩家的操作了 手会老实的放在方向盘上不动 但身体却跟随车辆左右晃动 反观5代 无论你方向打得多猛 角色身体都不会摇晃 在测试中我还发现一个小细节 4代的角色倒车时不仅会回头 在控制车辆转向的同时 手部会轻微地打方向 而到了5代 虽然角色倒车也会回头 但转向时主角的手却一动不动 方向盘在靠原理打转 属实诡异 直到我切换成第一人称倒车才恢复正常 看来第三人称下 4代真的比5代细节好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实际上4代在倒车时手部动作是固定的 就算你不转向 直线倒车 主角的手也会做出虚假的微调 看来5代只是把固定动作变成了固定 而兴偷懒实锤了 而且5代还取消了熄火下车的设定 在4代中 只要按一下下车键 车辆不会熄火 车灯和电台都正常工作 到了5代 除车货飞出去以外 下车都会熄火 直到后来的线上模式更新了远程操控车辆功能 该体验才得到改善 可以看出4代和5代在驾驶的细节上有所不同 但也有相同的点 比如4代开车门 车辆顶灯会亮 车门关闭 灯灭 车门掉落 灯常亮 到了5代 该细节被成功延续 车门被撞掉 顶灯也不会灭 另外在草地上烧胎 两者都会建起泥土和小草 并且在较软地面上烧多久也不爆胎 可况到马路上烧胎时间过长都会爆炸 等再次回到草地 5代的轮毂火花消失且不再刨出泥土 4代的轮毂火花消失却仍能刨出泥土 下面进行车损细节对比 为了尽量客观 车辆选择的是两代都有的路上回星 还是4代先来 车辆被撞的部分生成了很明显的凹陷 前保险杠也有掉落的趋势 这次换5代 撞击后的凹陷不是很明显 可能是速度太慢 所以我决定再撞一次 可以看到这次的凹陷已经非常明显了 但保险杠依旧完整地镶嵌在车内 直到我多次撞击 再加一次超高速的碰撞后 保险杠才变松动 看来同一款车型 洛盛都确实比自由城的质量好 建议以后买车一定要去洛盛都买 不要再自由城买 碰撞测试还没结束 继续测试车辆侧面的撞击效果 4代的左后车轮发生了凹陷 其余的还算完整 撞击第二次后 车辆出现明显损伤 左侧车轮严重变形 前轮甚至卡在了里面 好在后轮还在正常工作 不怎么影响驾驶 目光再次转到5代 很遗憾 在小货车的撞击下 车身并没有明显变化 换上质量更高的大货车 再试一次 可以看出表面的损伤其实很小 但油箱却被撞漏了 仔细听能听到花花的流水声 车辆移动也会留下一道轨迹 由于本次车身并没有明显损伤 我决定用大货车再撞一次 这下可算达到了预期 车身辨别 还加送一个爆胎效果 在我开动的过程中 不知是车辆回火 还是轮廓的火星 也燃了地上的汽油 车还着火了 不出意外 一会儿就要爆炸 这套连锁反应要是没说错 应该是4代中体会不到的 2代中还都有一款车 配加西裂浴膜 在前后不停撞击下 车损效果非常相似 只是4代撞击下就着火爆炸 而5代可以坚持得更久 经过简单测试 2代的车损在视觉上差别很大 主要原因是车辆的坚硬程度有所不同 4代的车辆更软更脆 而5代更坚硬耐壮 这就导致大家普遍认为 4代的车损要好于5代 实际上5代只要多撞几次 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不过你要问我更喜欢哪一代 我会回答4代 因为和5代的钢铁车辆相比 4代的脆皮车在撞击后 确实能给人一种撞拿拿凹的感觉 看上去更加真实 而且4代的悬挂也更软 车辆转向时 车身高度会发生变化 我个人比较享受 这种软悬挂带来的摇晃感 但第一人撑下 确实晃得有点眼晕 当然欢迎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一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下期还会出更多有趣的细节对比 喜欢的求个三连 咱们下期见